由于公投案多票数也多 各地投开票所都有监票的聚工 回传开票的乱象 除了便宜行事没有亮票唱票之外 还有选务人员将选票就直接放在地上分类 甚至不让民众观看 九合一公投榜大选创下台湾选举史上投开票时间最久的一次 也是第一次边投票边开票 全台不少投开票所被民众质疑 开票过程有严重瑕疵 根据中选会说明规则 公投案开票一次开一个票轨 就同意票不同意票无效票进行分类 再逐一点数唱票 不过当天各地都传出有投开票所 没有唱票直接计票 我们在那个讲习的时候 然后我们教授的方式就是说我们用计票计票的方式 而不是说一个 而不是说真的 而不是一个按一个按跟整个人一样 然后这样无畅然后这样的计 一个人最多可以拿到十五张票 不止民众眼花缭乱 连选务人员也乱了套 有人直接把选票拿在地上计票 也有人不亮票 像点钞票一样默默开票 甚至还有投开票所停电十多分钟 或是直接门窗紧闭 拒绝民众监票 像家庭代工班将十个公投案一一分类 让监票职工看傻了眼 有网友说选务人员人力不足 从早忙到晚 超过十二个小时工作 矛头应该指向中选会 只不过这样的开票乱象 恐怕让民众难以信服 记得综合报道